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总有三个题目 一个是一夜情 然后第二个是结婚 第三个是朋友 然后要你们选丰田 还有思成 然后还有 宇宙吗 不是 还有另外一位演员 另外一位演员 哦 龙雨昕 龙雨昕 是 好哦 我也要 你也要 你也要 试试看吧 试试看吧 都来的 都来的 你刚才我一定要 没有女生配选 可是不太熟耶 你要自我介绍一下 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施纯 身高180 体重75 星座天秤 天秤爪 哈哈哈 直接跌倒就太近 直接斜在框框外 天秤怎么了 没事 看来有一个受伤的经营 我是丰田 嗨 我来自日本 我现在29岁 星座 1992 2月12日出生 所以水瓶座 那 水瓶座 是的 喂 怎么会呢 蛤 怎么了吗 第一道星座就有 结果在上面写的都不是名字 都写星座 这样子 好 我写完了 那先看一下导演的答案 唉 很危难 很危难 你怎么叹了七里在叹劲 不好选是不是 为什么会写出这个答案呢 哈哈哈哈 完全是 没有完全是根据星座而选的 哦 哦 你也请是 思辰 哦 为什么 天秤座就是你知道 不是 不是很好惹 所以就一个晚上就好了 哦 不要太熟 对对对就是 一天就好了 这样就好了 要是交代都交代到底这样子 就是 这样就好 对对对 也许半个小时之后就 拜 这样就是 半个小时蛮短的哦 哈哈哈 前戏都没有 哈哈哈 那 那结婚呢 结婚是 龙女生因为 她感觉很稳重嘛 哦对啊 对啊 就感觉她是个好像 而且感觉可以当个好爸爸 真的 就如果有小孩的话 感觉是好爸爸这样 哦 所以她私下反而是这种就是 看起来很稳重的类型 不是 哈哈哈 她只有外形是这样子 戏内是这样子 嗯 她 她本人很闹啦 她本人还蛮爱开玩笑的 哦 不太稳重 戏里面角色比较稳重 很友善的一个哥哥 嗯 我有看过她 一起拍过 朋友 是我 是 为什么 朋友很长久啊 哦 也是好的啦 对啊 我也 我也不想跟导演一夜请啊 对啊 对啊 好像我很想像 对啊 有问过我吗 不是 有问我的意思吗 对不起大家 对不起大家 没有 我们要谢谢日本人送我们这么多疫苗 谢谢 对 谢谢 没有 所以 送我们这么多疫苗 就是好朋友啊 好朋友对 对 对对 太好了 这个问题 好热哦 不好防卫 不好防卫 看木森 你干嘛写我名字 你太不会是 没有了 因为我们有一个形象是小时 我跟你讲 他写了一个 太过分 我们先看你的 先看你的 好啊 先看响应的 哇字好漂亮 你字好可爱 对啊 我的一二琴 欸 我要自己讲吗 对 你自己讲 你自己 麻烦你自己讲 龙与生 哦 没有其实我刚刚听导演说 我也是 有点用那个星座的部分来分析一下 哦 那他是怎样 因为 天平座好像就是 比较 比较 无聊 哦 哦 没有开玩笑 憲哥也偏平座嘛 对 哈哈哈 金子武也偏平座 对 然后 呃 虽然我不知道他什么星座啦 但是 呃 水瓶嘛 对我是水瓶 水瓶可能 偏黏一点 哦 对吧 黏你黏你 所以你有跟水瓶的男生交往过吗 不是我 哈哈哈哈 不是啦 一个套路 不是一个套路 这是一个套路 我看那个星座就是 有稍微了解这个人的个性 哦 对 对 接下来是 但是思诚应该是蛮稳定的啦 感觉 哦 因为偏无聊这样子 就安稳的生活 安稳 安定 好像都每一个好的 哈哈哈 我好像说出很多话 没事 没事 丰田就 应该出去 朋友出去玩 是 是很high很开心 可以 应该常被发卡 是这样子吧 会吗 你已经当了两个人的好朋友 真的耶 很开心 很开心 可以 好 我跟你讲 厉害的来了 他在多多改答案 因为我们答案有多一个小时 他没有在改答案 他在刻画他的答案 哦 哦 哦 一 二 三 哇哦 三个都是龙女生 哈哈哈哈 哇哦 他很棒 这很感人耶 太过分了 你还做选择 只要一个 真的 完全是对 标准答案 就是从一而终啊 真的 那我们现在欢迎我们的特别来宾 龙女生 没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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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次下次下次 下次下次下次 就是 他就是最好的选择 哇 哇 从一开始 呃 对 然后到这边 然后这也是 哦 你是进程 是不是 就是从一夜情 后来结了婚 然后一辈子的好朋友 就是又可以是情人 又可以是朋友 哦 这种关系最棒了 太坚固了 太厉害了 好 太厉害了 这种关系最好的 这种关系最好的